贝尔重回首发,但表现很糟糕在黄马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之前,西丹亚马卡报打出了伯纳乌在等待贝尔的大标题,表示贝尔在去年12月12日之后,就没有在伯纳乌上场了,球迷在等待着他。 去年12月12日,贝尔在对莫斯科中央陆军的比赛中受伤,虽然后,来在世剧杯半决赛中表现出色,被评为最佳球员,但回西班牙之后,他又在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中受伤,导致他接连缺席比赛,被 而在黄马的存在受到了质疑,一方面是因为球队表现出色,另一方面,是因为小将维尼修斯爆发,但索拉里从一开始就信任贝尔,上周客场 对西班牙人,贝尔重新上场,而且取得了自己在黄马的第一百球 对阿拉维斯,贝尔在伯纳乌获得首发,但他表现糟糕,没有达到期待 对阿拉维斯,黄马的BBV三叉戟,本泽马和维尼修斯都取得 进球,但贝尔没有进球,贝尔在伯纳乌球场已经很久没进球了,上次 他在这里取得进球还是在去年9月19日,时间已经过去了137天 伯纳乌等待贝尔 贝尔在球场上的表现是死气沉沉的,上半场他 踢右路,维尼修斯踢左路,贝尔很少触球,而且拿球后情况变得更糟 刀,球队整体表现不错,与贝尔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 下半场,他与维尼修斯换位置,索拉里希望贝尔到左路后能有更好发挥 他有一次得分机会,但被对方门将破坏,比赛第63分钟,索拉里用阿森西奥换下了贝尔 球迷对贝尔表示了不满,在贝尔缺阵的日子里,维尼修斯和本泽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 在球场上他们也不断相互寻找,但贝尔享受不到与队友配合的感觉,他在球场上几乎消失了 阿斯报指出,左路应该属于维尼修斯,巴西人在左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 他有一个进球,参与一球,总共6次射门,43次传球,5次 过人成功,4次抢断,而在贝尔到了左路之后,黄马进攻上威力失去 不少,阿拉维斯也一度找到感觉分钟的时间里,贝尔两次射门 27次传球,没有过人也没有抢断,维尼修斯在左路的位置不应该 动摇,这样状态的贝尔更不能来抢占这个位置,赛后马卡豹 的球迷投票中,贝尔排名倒数第一,马卡豹称贝尔的表现前所位 有递糟,哪怕位置换到左路也无法拯救他,在球场上,他既没有投入 但,也没有领袖魅力,每日体育报只给了贝尔4分的最低分,称 他在球场上迷失,这个威尔士球员在球场上没有爆发力,他成位了 球队进攻中最松懈的一环,索拉里在第63分钟就换下了他,从这场 比赛的表现来看,贝尔在国家得比中不会有什么贡献,塞尔吉奥 不计划